大家好,我是Leo 踏入冬天,樹葉就下了 那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去觀察一棵樹的生長情況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街邊樹的情況 還有看看應該怎樣去修剪 我們走吧 當你要去修剪一棵樹之前 應該要360度看一次 那最容易看到它的樹形 會不會斜向一邊 或者有特別的不平衡 看到這棵樹就相對健康 因為它又沒有很特別的不平衡 但你看到斜向右手邊生 有機會是因為風向令它生向右邊 但因為不是太傾斜 所以都不需要修剪 說起風 看到這棵樹因為沒有落到stake 你看到它所以被風吹了一邊 所以眾生樹就最好放兩枝莊 就像這樣 那些風從哪一邊吹來 G-Stake就放在哪一邊 一條都沒什麼問題 兩條就穩陣 G-Stake大概可以是8呎長 插下泥的時候就盡量不要傷到一棵樹一根 大概在胸口位置的高度 用膠條圈著一棵樹 再綁在一條莊上 維持一棵樹直就可以了 盡量不要直接被鐵線碰到一棵樹 因為鐵線那麼幼 有大風吹的時候就很容易拿著一棵樹 然後戒傷樹皮有機會感染 有機會就會死了 看看這棵在Kilbert Provincial Park的松樹 就看到風的力量 有幾大的同時 都看到這棵樹 額立不倒的極致 一般修剪主要有四個目的 第一 就是去訓練它 更適合在新地方生長 運送途中 有可能會傷害到樹枝 可能截斷了 最好就是剪掉它 又或者有些樹枝離地面太近 很容易接觸到泥土 那些都可以剪掉它 第二 就是要保持植物的健康 也是最普遍我們收剪的目的 那怎樣才可以保持植物健康呢 通常我們會圍繞著四點去做DDDI 首先是Damage 損壞了截斷了就剪掉它 以防成為細菌感染的源頭 那你可能會說剪掉它也會有傷口 沒錯 不過一個整齊的傷口比截斷的傷口 會傳閱得更快 第二個D就是Desease 有病受感染的樹枝就盡快移除 或者是被蟲記生緊的 都快點剪掉它 不要讓它曠散 剪掉受感染的樹枝 最好消一消毒才去剪下一棵樹 第三個D就是Dead 死了的樹枝基本上就沒用了 而留在本身棵樹上就有機會腐爛 又會成為細菌滋生的地方 或者又會被昆蟲入侵 所以就要剪掉它 這裡死了 所以就要剪掉這一棵樹 最好就不會剪這裡 最好就在貼近這條樹枝那裡 剪掉 因為它可以更加容易 如果這個越少 它可以受感染的機會就越少了 另外看到這種Eastern White Seed 外表很帥 但因為裡面曬不到陽光 其實就會死掉 所以清除裡面死掉的枝葉 就可以幫助它更加空氣流通 沒有那麼容易生病 這樣就會對這棵樹更加好 最後的I就是Interfering 即是妨礙到樹枝的生長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一條樹枝 向著奇怪的地方生長 又會碰到其他樹枝 當風吹來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令樹皮受損 這種妨礙到其他樹枝的樹枝 就可以剪掉它了 令它可以更加生得更好 否則這裡就會磨擦了 你看到這裡已經碰住了 來看一落下一點 你看到這裡 其實生的位置是向那邊生的 但是其實是向這一邊生回來 即是它本身生長的情況在這邊 所以這裡其實這個位置 都可以生回來 都可以切掉它 令到整棵樹生長的情況會更加好一點 第三個原因 就是提高花、葉、果實的質素 有時候你想一棵樹生多些花 結多些果 不想它生那麼多枝條和葉 那麼適當地修剪 就可以令到一棵樹 將營養放回花裡 那麼結出來的果就會大一點 還有可能你不想一棵樹生得太高 這樣就可以剪矮一點 鼓勵它向橫生 這樣就容易摘到蘋果 最後就是限制住它的生長 種了樹幾年它就自然越來越大棵 如果種植的位置有限 那麼自然就需要修剪 令到它維持原狀了 尤其是路邊的樹 如果不修剪 有機會就會阻礙著條路 弄到人或弄到車 我們再一起來看看一些例子 看到這棵樹的樹幹下面 有很多較小的枝條 其實就可以清掉它了 可以令到整棵樹的觀感好一點之外 也可以把營養供給上面的枝條 所以由這裡開始就可以剪了 例如這些就可以剪掉它了 遠一點來看就看到下面的橫枝 其實不太需要 還破壞了整棵樹的觀感 這樣就可以剪掉它了 另外看到這棵樹生到一塊東西 因為本身這種品種的樹就是這樣 所以生到這麼大就很難作出任何調整 或者修剪 要剪就要趁小棵的時候修剪 這樣就容易一些了 在這裡看到樹幹下方生出來的樹枝 我們就叫它做Suckers 是一種無性繁殖方法來的 可以令植物向外生長 撞大整個colony 不過在圓景的角度就有外美觀 還有好像之前那樣說 會將養份分走 所以最好就將Suckers剪走了 剪得越貼越好 這裡其實又開始生出來 開始有些筆 所以可以再剪貼一點 這裡再剪貼一點就沒有人生了 如果Suckers不剪就會生得很粗 基本上就會破壞了整棵樹的形狀 就像這裡一樣 這裡看到一條向下生的樹枝 除了影響到整體樹形的結構之外 還有更高機會會因為積雪而令樹枝截斷 所以最好就是修剪它 但如果是榕樹、柳樹這些容易產生下垂枝條的樹木 就不用修剪了 其實用來修剪樹木的技巧 都適用於在其他植物上 而有一樣叫三刀法的修樹技巧 因為沒有找到適當的樹 就找一集再介紹 接下來還有一集關於修剪的工具和保養 所以記得訂閱和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喜歡這條影片就可以留言、讚、分享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裡面會有其他不同的資訊 今集就這麼多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